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到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去日本內良旅行 小不料是去上錄的 近日網上流傳一段遊客約綠的影片 一名穿著短裙的旅遊客 疑似為了以最美的角度和畫面來拍照 硬撞在一隻綠的身上 而被迫成群下之神的綠 她低著頭露出死眼這樣的表情 惹來不少網民的同情 紛紛開炮狂軍這個短裙女做法不應該 三大古都之一的內良因為內良綠而為人熟悉 其中最富人氣的景點就是內良公園裡有上千隻的綠 遊客可以與他們近距離接觸 成為旅行打卡必到的聖地 而這件事就是在此發生的了 從網上流傳的影片所見 一名穿著著藍色舞袖上衣 牛仔短裙的長髮少女 帶著滿臉興奮和綠合照 不過她不是蹲著或站著 而是看上去是直接坐在一隻綠身上 在影片中見到她一時撥弄頭髮 一時對著鏡頭微笑 擺出不同的姿態角度去拍照 影片大約有五秒長 是判斷不到這名女子坐在綠身上的 真實時間有多久 但就見到被坐的綠身 垂下了頭合上眼睛 神情有點呆滯 這個畫面和影片曝光後 引起不少網民的關注 多數留言都是批評她的做法不妥當 指她的行為實在太誇張 虐待動物 更有人說 第一次見到有人這樣和內娘綠拍照 直指綠不是椅子 不過也有網民認為 這位女子不是坐在綠身上 她只是蹲在綠的前面 在角度的問題 令人看起來好像坐在綠身上 正當大家在囚醬著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的時候 網上就出現了一張她不同角度的照片 照片清晰可以看到 她當時是半蹲著的狀態 屁股貼著小腿 她沒有坐在綠的身上 這張照片終於還她一個清白 其實網民那麼生氣也可以理解 相傳在古代開始 內娘綠就是一直在內娘公園裡存活 代代繁殖至今 已經有1300多年的歷史 因此她成為了神的使者 每年朝鮮的遊客真是不計其數 大咪也有去過 在內娘公園裡 有一種叫綠仙貝的零食 是可以餵給綠仔吃的 而內娘公園的綠 對於遊客手上的東西 都會產生非常大的興趣 她們是不會分辨哪些東西是能吃的 哪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為了不會讓遊客聯繫一通 內娘園在2018年實施了 只准餵六仙貝的規則 而當中也有些新聞說過 內娘綠被傷害的行為 儘管內娘綠是否神的使者 我不知道 但是一對動物是不應該的 不知道這新聞 大家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大咪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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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